自治通鉴 上一讲谈到 魏文侯 吟颂鼠离 实实在在感受到了 危机对于自己的怨念 为此呢 再度质问赵仓棠 赵仓棠会怎么回答呢 这次的回答 一定要见功力 按说赵仓棠 这次没法再做托词了 如果可以吐露心声的话 应该会说 当然啊 他难道不应该埋怨你吗 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有你这样当国君的吗 但是赵仓棠还是客客气气的说 怎么敢埋怨您呢 我家国君 只是时常记挂您罢了 如果说魏文侯 引诵陈锋的时候 赵仓棠这样解释 勉强可以打消 魏文侯的疑虑 但当魏文侯 引诵了鼠离 魏籍的怨念 就已经板上钉钉了 赵仓棠 等于直言不讳的告诉魏文侯 你儿子恨你 天天都恨 意思不但传达到了 而且是以明白无误的形式传达到了 但说出来的话 还是得含蓄 委婉 遮遮掩掩掩 这也算是一种指鹿为马 彼此心知肚明 站在面前的是一匹马 也同样对对方的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但话呢 还是要客客气气的说 这只鹿不思破脸 魏文侯心里有了数 什么话也没有多说 只是准备了一些衣服赐给魏姬 让赵仓棠带回去 奇小的是 魏文侯对赵仓棠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 这些衣服啊 必须在清早计较的时候 送到魏姬的手里 赵仓棠带着一肚子的莫名其妙 回到中山国 准时准点的把衣服交给魏姬 这毕竟是来自魏文侯的赏赐 魏姬先要打败完成必要的礼仪 然后打开箱子一看 衣服全都乱套了 如果是我们普通人 站在魏姬的位置上 八成要马 赵仓棠保管不善 竟然对魏文侯的赏赐 一点都不恭敬 但魏姬的反应很异常 立刻安排车马 说父亲在召见自己 赵仓棠一头雾水 对魏姬说 我回来的时候 可没接到召见您的命令 魏姬说 父亲叮嘱你必须在早晨 鸡叫的时候把衣服送到 这是有深意的 不是有这样的几句诗吗 东方未明 颠岛一场 颠至岛之 自攻赵之 这些颠三岛四的衣服 就是要召见我的讯号 魏姬说的这首诗 是齐国的诗 题目叫做东方未明 内容说的是一名 国家公职人员忙于公务 整天早出晚归 天还没有亮 就要起床准备上班 因为太匆忙 连衣服都搞得颠三倒四的 为什么会这么匆忙呢 因为自攻赵志 领导照见自己 魏姬准确解读出魏文侯密码 当即出发赶赴国度 魏文侯非常高兴 恢复了魏姬的太子身份 转而把魏姬的弟弟魏智 派去中山国代替魏姬 魏姬大概很不愉快 因为原先把魏姬 分封到中山国 自己是最有希望成为太子的 魏姬如愿以偿 又开始吟诗了 凤凰于飞 惠惠其语 一级原旨 矮矮 亡多吉士 为君子使 媚于天子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 全阿 主题是周天子出游 诗人写诗歌颂 不断的变换角度 吹牛派马 魏姬引勇的这几句 原始含义 是把被群臣簇拥的周天子 比喻成为被白鸟环绕的凤凰 所有闲人都衷心爱戴周天子 甘心被周天子拆遣 魏姬应该是在宴会上 引勇这几句诗的 歌颂一下父亲魏文侯 也向朝廷里的群臣示好 诗句显得特别的贴切 应景 这件事前前后后涉及的 所有诗歌 我们在诗经里面都能读到 但今天我们读诗经 是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来欣赏的 而先秦贵族运用这些诗歌 是把它们当成优雅含蓄的社交语言 所以孔子才讲 不学诗无以言 如果不能把这些诗篇 背得滚瓜烂熟的 不能把这些诗篇活学活用的话 就很难融进上流社会的社交圈 赵桑堂就是一个 很会活学活用的典范 如果他没有这份诗学功力的话 在魏文侯面前用白话表达 陈锋和树梨的意思 一来就等于撕破了脸 直接埋怨魏文侯对魏姬太无情 二来呢 想用讲道理的方式 说服一个成年人 一个地位远远高于自己的成年人 往往事倍功半 费力不讨好 反而容易激怒对方 把原本已经很糟糕的局面 搞得更糟 而借助诗歌语言的话 一来够含蓄 给对方留足面子 二来也是最重要的 这两首诗 都是魏文侯熟悉的作品 换句话说 是魏文侯早年就学过背过的作品 在魏文侯的心里 对这两首诗 早已经形成了认同感 所以当赵桑堂 办出这两首诗的时候 就不再是说服魏文侯 改变固有观点 而变成了唤醒魏文侯 心里早就已经存在的认同意识 魏文侯 正因为心里 早就对这两首诗存在认同 所以才会对魏姬的怨念 迅速产生了同情的理解 不是 下意识地进入心理防御状态 调动一切心理资源 去和赵桑堂对抗 就这样 赵桑堂 在魏文侯面前的一切表达 看上去仅仅是在陈述事实 没有半点想要说服魏文侯的意思 却在似乎不经意之间产生了惊人的说服力 这足以当得起老子所谓的大因牺牲了 魏姬成功赢回太子地位的这段经过 既有资质意义 又有社会学研究价值 即便有虚构成分 也无伤打压 但资质通鉴 竟然完全筛掉了这些史料 只字未提 这当然不止我一个人觉得不应当 前篇讲过 明朝学者炎炎和弟子谭远后 花了三十年时间 为资质通鉴十一补缺 定证胡三醒的注释 写成一部资质通鉴簿 就在这部书里 上述内容被完整的补了进去 放在中安盟十五年 也就是资质通鉴 编定为魏武侯继位的那一年 作为追叙 假如司马光 看得到这部资质通鉴簿 应该不太高兴 声讨炎炎和谭远后的这种作派 破坏自己原著的精炼性 资质通鉴簿 确实太不精炼 篇幅几乎是资质通鉴的四倍 司马光的精炼 当然来自明确的取舍标准 在舍的方面 文学首当其重 所以在资质通鉴里和文学 甚至还可以把概念再放宽一点 文化有关的内容很少 诗歌作为古代最主流的文学类型 不搭被司马光看得上 我们知道唐诗的繁荣 在很大程度上 来自唐朝师傅取士的制度 诗写得好 就更容易金榜听名 从此走上仕途 宋朝虽然延续了这个传统 但时不时就会有人提意见 意见当然也很在理 国家明明是要通过科举考试 来选拔政府官员 文学才华和政务能力 又能有多大关系呢 而且诗歌这种东西 文学性越强 花架子的感觉就越重 科举标准是指引天下读书人的风向标 如果注重诗歌艺术 就会牵引天下读书人 都把时间精力耗费在 毫无实用价值的诗歌技巧上去 这岂不是很荒唐吗 在反对师傅取士的阵营里 司马光也是其中一员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 司马光虽然是保守派里的中间力量 却在反对师傅取士这件事上 和王安石看法一致 这算是很难得的了 司马光的一件事 选拔人才 对思想品德的考察 才应该是第一位的 其次是对儒家经义的掌握 再其次是实际政务能力 最末才是文学技巧之类的东西 至于科举应该怎么改革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但无论如何 司马光对文学都表达了足够的情面 司马光本人的诗写得就不太好 不过这种不好 有时候更像是故意的 明明可以写得有点文采 并要写得朴实无华 当这种态度表现在编写 资质通鉴的时候 未及那一段很有文学色彩的上位经理 就被彻底无视了 最后讲一点题外话 赵苍唐虽然有这样闪光的表现 却没能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成为一个文学鱼马 反而墙里开花墙外乡 古代高黎对他特别推崇 高黎王朝末期出过一位用汉语写诗的大诗人 李其贤被誉为东国杜子美 朝鲜半岛上把他当成杜甫来推崇 李其贤在中国元朝的时候经常来中国走动 一次啊 途经中山国故地写诗淮谷赞美赵苍唐 把他和春秋年间以孝道文明的银考书和唐朝的迪人节 一道称为三人 认为他们三个呀 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仁爱精神的楷模 所以愿令四海民 供词此三人 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建祠堂来祭拜他们 因为李其贤的诗赵苍唐在朝鲜半岛永垂不求 有个辩论题 你觉得司马光对文学的态度是对是错 为什么 欢迎在留言区讲讲你的理由 说完这件被司马光忽略了的卫国文学事件 下一讲 我们返回到周烈王六年 说一说那一年发生的四件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